好了,接著下一套了,新的宇宙戰爭即將來臨,更達ACE AGE AGE 算了,繼續了,很苦力 這套東西就是一開始已經給別人各方很平的東西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 嘩,畫風很厲害,有多厲害 大家看上去覺得好像那些什麼... 閃電11人 不是,好像那些... 根本就是閃電11人 你先讓Iran說完 我不想不吐租 你先讓Iran說完 因為他一個出來的時候,大家已經覺得... 這套真的很Gundam 為什麼Gundam呢? 因為Gundam播放的時間通常都會下午的 就不是深夜回來 他亦都是非常適合黃昏番 或是午後番的傳統,或者是一般向的 變成很兒童的,甚至變成神祖番 變成好像中小學市場 你說銀運嗎? 不是啊... 小學市場的畫風 就是現在香港播放的話,就是那些最厲害的新人類 對呀,你在閃電11人看的那些 但不知道以前的Kitty Gray會不會播放的 我不明白 那不要理會這件事 他說的就是爺,孫,仔 有三代人,大家都有玩Gundam 不過不是砌模型那些 不過... 遊戲機來的 遊戲機來的 總之三代人都在打 那我以戰爭... 他應該都算是UC來的吧? 不是... 但他不是宇宙世紀嗎? 不是啊,兩個人來的 差不多 他搞UC不要玩啦 我搞他 算了,繼續吧 那他是什麼宇宙世紀啊 那些人打完最後一大輪 跟著說E為禍瓶 怎知道有未知的敵人出現 那就好像Marcose 混進去 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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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Marcose的重重星 羅茲威爾 你當的 總之有一些外星生物 好像... 他是機械人 就是外星生物 就是一隻未知的敵人 可能有人抓 你不知道 繼續吧 他們這些東西來侵襲 但是主角作為一個故鄉被毀 他們的家族就是開發戰爭的舊世主 要高達 要Gundam機械小事的家族 於是他家族被毀 家族被毀之後 就走路離了這個殖民星 然後就盤著說 不要緊的 這個世界 殖民星的人就盤著說 他們不會打到來的 總之有天就真的打到來 立旗 有天呢 就男主角就算到 這些東西就來了 我孩子一算 阿Sir 今天會有事 但是政府呢 十四年都猜不到 原來你會打我的 沒錯 今晚又被主角 又算一算就算到 屈指一算就算到 今天來到的 然後就整班人老馬 男主角很實 他們不老馬就不會輸十幾年 說完 初初沒有人相信他的 怎麼會打到來的 這麼遠 這些只是外加的東西 其實如果第一集 基本上那個進展 不就是0079 當年阿寶那個 那種東西 這是中立衛星來的 不會被人打的 之前剛剛說這套 原罪之冠外抄曲 也是 這套就肯定抄 079 我都明白 抄 還是好 還是致敬 還是惡搞呢 三個東西來的 可能是致敬 惡搞他又不像 惡搞我看妖者 算 我覺得理定義 怎樣叫做致敬 對不對 當然你個個都可以說致敬 你覺得你想讚他 你就說致敬 好聽一點就致敬 好聽一點就致敬 好聽一點就抄 一樣的劇情 但這套東西實在跟得太足了 高達研發姐是他的家族 好像阿寶是他父親一樣 然後這個男主角 又是寫完原本的說明書 只知道什麼扣造 他全都拿了 不是啊 他說他做的 我開發的 我認識的 咦 有什麼武器啊 這句太棒了 那沒有的 那當年高達也沒有武器 是啊 他在找武器 是啊 他設計 不是他發明他開發 那段可以解釋 他設計而已 他不知道工程師 把按鈕放在哪 不是啊 他有參與過高達的起立 那時候他不知道他裝配了什麼出擊 一定什麼都沒有 可能亂了 不是可能裝配了 正如你玩PSB一樣 那些四個按鈕 你不知道 你是有知有這個武器 但是不知道按鈕就是 就是 我覺得他很膠 算了 這個 不一路就是 完全的發展 是跟這個年齡改一樣 一個孤立的殖民星 被人攻擊 這個一樣 以前是Size7 上次是三部機 這次也是三部機 然後有少年坐上高達 是個學生 有青門出馬 這次也是一樣 就是哈佬 那哈佬這個不同 這個是力代的場物 這個我覺得可以接受 那是哈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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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那個是足球 不是VPO 你看不到 因為哈佬的彈性 連日報都沒有看就正常 這個彈性 這個很有趣 你記得 200790年阿寶 是在哈佬 是有個鐵球 噗噗噗噗 這個不是的 這個會噗噗噗噗的彈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都不需要 逐樣慢慢明細 就是細裂出來 基本上你有看200790的 都知道 究竟有多老金 有多照照 阿爸也沒有打過 所以 你這樣下去 我覺得 都不用多說 總之你會覺得 那個 我可以當是致敬 是非常之重的 那個的感覺 但其實這個 我也覺得 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至少我第一集 我看完我覺得 沒錯你是 抄得多 致敬得多 跟2007的一樣不一樣 這樣不成什麼問題 就是 你言之成理 就OK的 你做了下去就OK的 我當你坐上高達 真是少年這麼厲害 還可以用把刀子 連插三個東西 插到那一部 OK 沒問題 完蛋了 完蛋了 第二集 才是一個最大的 重點 我知道 那個女主角到處走 那個不知道是不是女主角 你先說一下 我現在套租 你繼續 你現在套租 我最想套租 我剛才去找人名 Wiki寫的 他叫他 這個女的 不是阿瑪達 是Yuli Yuli Yuli 昨天她說她是阿瑪達 是假名 還不是 發合 發合 發合字 Yuli 在街上找 其實這個也不是 他不是找她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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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想怎樣 對嗎 我想套租 在那個時間 那個地點 亞瑪達絕不可能去到那個地方 首先大家都知道 看出亞瑪達類似 那種NT 有預知能力 知道哪條是山路 知道哪條是爆炸 而這個能力 沒理由會走失了 在街上 站在那裡 不走 等高達過來 所以我告訴你 你看完UC 既然有亞瑪達尼的存在 這個人在那裡 是沒有問題的 你不要套租牌 再繼續走下去 但是現在他在那裡 他不是說走不動 強風吹 說走不動 不是 你看高達追他 他跑得多快 就是說他是可以走的 當然要站在那裡 他等高達過來救他 他預知高達會來救他 所以等他站在那裡 要黑入高達那裡 黑入網路 那為什麼他要走 你這麼說 人家吊氣 寫他好嬌 你又好病 我吐租真的很厲害 玩的 這個女孩有黑幕 你不要說廢話 真是太誇張了 這個女主角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主角 可以出眉出馬 歷代以來 所有的男主角的 青梅出馬都沒有下場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好運 這件事 因為很重要 因為這套是作為一個三爺孫的組合 他不是像希羅 擺到一個無公仔 走走 不要緊 他是會生孩子 你要知道誰是媽媽 他不會坐在高達那裡 他坐在大腿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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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動畫太劇情 就是無緣無故 做完一個段落後 就會告訴你 十年後 四十年後 可能是 四十年後 然後 這一段其實也不是問題 《下一後女主角》 但是 其實這個是 整個 這部份整個效果 有些問題 就是說 他說到 鄭文星在大難臨頭 那些人疏散 但是高達永遠在那裡散步 青梅珠說他在那裡周圍走 其實我沒有緊張感在這裏 不是 所謂 《逃生路線》是廢的 《逃生路線》是廢的 《逃生路線》是不夠用的 奇怪的 不是 我不當你《逃生路線》是怎樣的 那些人怎麼走 他有多少描述過的 有一兩幕 但是整個氣氛就被高達在那裡散步 和青梅珠說他在那裡周圍走 那些人都破壞了 我完全覺得不緊張 有事發失到嗎 其實回到感覺 大家看回第一集 他在那裡拿著刀仔 捅那隻 《 unkn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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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戰鬥不激烈的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事 不是 你要看回0079 阿寶的日子會流汗 贏輸都無措 他是不會捅捅捅捅 然後很害怕 中恆的說 你可以做他的效果最好看 你當年阿寶插捅骨的時候 他都用了很漂亮的分鏡 拍起來 可以有的 但問題我沒有這樣算 不要緊 第二集我起碼可以期待一下 但結果出來的樣子 一槍搞定了 扶輪撞中 而又一槍搞定了 劇情我都覺得 未能去到很大救命 其實他拿一部戰艦去抽內黑出來 這個是有創意的 雖然我覺得可能性是有些問題 但是算了 你這樣演的話 我先不判斷你 我先當你OK 我先當你OK 那起碼你的氣氛 感覺你要給我 那些敵人在扔炸彈進來 炸彈 炸彈炸彈不中 那些人可以撐散的 很有型的說 他們的目的 似乎不像是炸彈炸彈 那你還在裝有型 現在危難之秋 你不要理那麼多 你先走出來 那些人又不知道要做什麼 慢慢扔炸彈 幾個鐘聲扔一顆 幾個鐘聲扔一顆 現在怎樣了 好像生死時速 問題是說 現在是打緊張 那可不可以給戰鬥感我呢 你希望他給他緊湊好一點 我不要求你BGM很死緊湊 你起碼給其他東西 你報告達走幾步好不好 你跑吧 你無法返步 他不是播湯音的音樂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 我真的想說你跑吧 麻煩你跑 他有學理解釋 他說要高達走過去 接著看有沒有人進抄 但其實我想說 根本就不是 關什麼事 有人進去就捨他 一直搞什麼 下去跟女兒說 這部高達我做的 就上來吧 不是啊 你叫什麼名字 美女你坐不坐 等於跟你說 這部林武林來我 你坐不坐 一樣 真的不知道我做什麼 然後坐上去就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什麼 坐在大尾道 夠名 整台高達出去打的時候 那段都算有一點長度 但第二集最大的焦點就是 高達追女仔 沒有啦 他追女仔跑了那麼多 挺爆笑的 幸好他也有些邏輯 就是說他明知道他不想 沒有高達飛 所以他沒有裝噴射器 我特地看一看 咦是真的沒有噴射器 那你馬上給我跑 麻煩你 你不要太硬了 OK算了 就是之前那些氣氛 那麥都算了 趕戰鬥 第一次出來 那一隻老馬 我覺得其實是合理的 雖然很好笑 但是很合理的 你覺得是誰啊 撞了一下 他遺傳了馬山 每一次都會用體術的東西 用身體衝過去撞人 馬山是腳踢的 不是用身體撞的 那他劍不吃低 那算了 就是打家老馬出來 寫一場 那樣 跟著的情況就是 這個高達就是零攻擊力 無限防禦力 而對方有攻擊力 也有防禦力 結果互射永遠就沒有結果 那你可不可以說 那這場戰鬥很緊張呢 我覺得其實高達你不用擋 你站在那裡 其實如果你這個比喻 似不像是打Pokemon的鐵學俑 撞鐵學俑 那不同 是大家都不攻擊 那你見到現在這個情況 你打不贏 其實那個也沒有緊張感 這個戰鬥是比之前更加壞 因為他連打兵戰都沒有 打兵戰都說 炎孝衝可以插你 插你兩刀 這個有狐射開手炮 開什麼炮什麼炮 狐射但有沒有傷害 那其實你試試看什麼 不知道新武器出來 就是UE都更好一點 他又有一支長炮 我不知道他知道他有什麼 有些厲害 有刀的 有些人 不過那支通訊整個都沒有問題 其實最終你為了搞這麼久 搞一段這麼悶的 他願意一個系統叫AGE 用錢搞一段更悶的 分大無限武器製造工廠 接著他就告訴你我有AGE系統 我超強 嘩這件事我真的受不了 不是 正如我都寫過在Facebook 說這個是落高生態戰士來的 不是 這個分大無限工廠 其實呢 如果這個AGE系統 那個重心是在於他做武器 這件事 其實這套東西不應該叫Gundam AGE 應該叫AGEPlan 其實大家不需要做高達 大家做一堆吉武出來 拿自己一副槍就打贏 等於說這個00的太油爐一樣 你有高打 你防打不要緊 我吉武一槍死打我會開槍 你開了一枚槍你就會贏 其實Gundam是不重要的 還有就是說 其實我當你邏輯一點說 因為你始終高達也是要認真一點的 你這套不是說Gundam 說Gundam你認真 你當然沒得玩 你這套的話 你說到戰爭背景 又說要拉來俠 說到一些是始終有點邏輯一點的 我要認真一點說 其實他擲的AGE系統 是很不合理的 因為AGE系統 他本身做過之內褲槍 是年邏輯十四年來都做不到的 他告訴你 我打完一場之後 我吸收完這些資料之後 就做出來了 其實這些是甚麼 黑科技 還有最恐怖的是甚麼 他說 他可以從那個武器切割 那個對的樣子上 喂 電子零件呢 我知道還有很多光學 甚麼鏡甚麼鏡 甚麼都不用的 這套東西是超級高科技 我當你算了 多阿姨夢拉出來的 但你的科技 麻煩你給我可以合理解釋到 你那部MS的技術 這麼貴死低的 目前你竟然告訴我 你這個計劃 你這套東西 就可以一次過 把那些最型的武器都放進去 其實那個男主角 就好像零零那個乾頭腦 是超出了幾百年 你知道嗎 那個科技是 不是 在那隻蛋裡面超出了幾百年 那麼像Kindar呢 滿足三個願望 滿足男主角打機械的願望 又滿足笨蛋的願望 還有溝女 所以其實 我當然不知道 其實他如果要自然其事 很簡單 第三集就說 其實這個AG系統 就一定要對著Gundam Gundam打不到敵人 他就不知道 他就吸收不到經驗 那我覺得OK 你那部AG Gundam 其實原來當把 被人打完之後 收集Data 就好像在螢幕上夾了一隻眼睛 其他都可以夾眼睛 那也好些 叫做說 布吉林也有些意義 我相信應該是有這樣的功用 但這套東西真的不好 應該叫Gundam AG 但其實 剛才說 大家不需要認真的 Gundam G 他們收集Data的方法 就是 旁邊有個分析員 旁邊看 打電腦 不是 各代各有分析 當然 你說這套 我最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威能不是開啟 是Gundam 這個很重要 即是開啟武器 他又要把一大堆套 套進去 就讓武器 在Gundam才用到 如果不是 那部Gundam根本就沒有存在價值 即是他勁在AG系統 就是 你試試他拿著手槍 射擊都射不到 我拿著良福槍衝一聲 別人的槍可以打爆 多厲害 其實不一定是高達社 即是你一定要自然其說 一定要高達社才能出 其他人呢 就不出 不就只有這樣 其實這個是笨蛋陰謀 大家明白 就算你爆洩也好 什麼 Unicorn 什麼 Doranzum Doranzum NTR也好 全部都是機體買機體 變成笨蛋 因為你做一個新的機體 要時間 在動畫面 要時間 可能要10集或20集 才有新的機體出來 但笨蛋說 太慢了 經過Gina出奇打出來 一集一件新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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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放多錢 我忘記過 但肯定不是NTR 今天F91 明天Z高達 後天FA24 你只是打出來 打出來 一集一件新武器就行 如果你說這裏 就有少許補充 無形那邊的Path房 不要理會 但Bandai遊戲部門 事件事件都蠻好玩 就算有VS 那類的東西 曾經虧錢的量 是等於人家 capcoin 一年賺錢量的四倍 可以做到 所以你說 在市場開發 等於V高達會開發 女性市場 美少年 那它開發 是兒童向的 再向下限 再推錢 不是下限 是質素 年齡層的下限 再推下去 都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但問題是 你不是開發 不是轉形成兒童市場 這是一個問題 都算了 你說市場那些東西 老實說 Bandai他做的那些作品 都是要賺錢的 這套東西是否市場向 我覺得我可以撇下不趕著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套 去走什麼方向 老實說 如果你說你是走兒童向 我覺得那位男長衝過去 對於那個原男長 用很多黑暗的手段 將自己變成一個新男長 那些東西都不會有靈響出現 不是 有靈響 那個男長一定 那些不是叫成人鄉 那些叫少年鄉 我告訴你 12歲的人 是不會聽一名的 好嗎 我明白 一定是那個男長 一定會正氣凜然 就是衝過去打他兩巴 之後說 你老爸沒打過你 我打你 你不可以背棄我們聯邦 那些東西 當年布拉道 人們都說 他的身景本身是有搖寫 也不是有靈響的程度 我看他 其實可能心中有誠苦 你都不知道那一隻 是不是真的有靈響 還有 其實第一集 第一個拍的位置 就是 他有一點震一震 其實你不太知道 我就想到什麼 其實那個位置 我不確認他在做什麼 再加上 其他位置 就像劇情的走向 我覺得他有些感覺 是像認真一些 他是想有些位置認真一些 但是內行 不知道為什麼跟高達掛勾的戰鬥 行動 就是很低難的 其實也不知道他想怎樣 是的 究竟這套東西想怎樣 我看完兩集我真的不知道 還有一些人 說不定他第三集有被咬頭的畫面 去緣咧 那我真的 有沒有根本被咬頭 沒問題 然後他仔卓繼承 我真的聽到啞了 如果你一套作品 你說你走到這個靈向 我覺得也沒問題 你都是市場一種 但是我看樣子又好像不是很相似 再加上你說那個換裝的感覺 是很滑 我當你作過能力也好 是啊 是很近的 你現在很多高達都有特殊能力 你起碼作過給他 他現在不是 他告訴你 我有武器我超強 其實他的武器有特殊能力 武器是可以給笨蛋賺錢 你當時就賺到錢 我都說我先不說聲音元素 我先說武器的元素 他武器的元素是很厲害的 他說這把叫XX來幅 不是普通的來幅槍 那有什麼厲害 他射出來的光柱是螺旋形的 但問題是什麼 這個可以說是高達一向的毛病 就是什麼 這麼多年以來 那把邊槍都是叫來幅槍的 但問題是什麼 來幅槍本來是有來幅線 射出來的東西是小轉的 然後他說這把來幅槍勁在什麼 勁在寫出來的東西是小轉 然後他說這個動畫勁就是什麼 那些人懂得動的 一定的 我不是說什麼 他自己說到有什麼特別的 其實他本身基本就是這樣 是啊 你有什麼那麼厲害 你懂得呼吸 那有什麼那麼厲害 可能是其他槍 他平時沒有這個機能 只有這把有 他沒有 一向高達的問題 很厲害 跟武漢槍不同 開人扭這句 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很難受 這把槍式射子彈 我覺得這是小問題 真的很小問題 我撿到很大的位置 你整個東西想做什麼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他有很多元素 你發覺有 校園元素應該不算有 他說他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但無緣無故有跑過女主角出來 他有個地鼠 我不是女主角 你看這些應該是 那個青銘竹馬 你被這些騙了 現在送人走雙鼠角線 最後就是開不開雙翼 你留心說 煙燒了 因為鏡頭有一個咳 那是水咳 那我也算了 你見到 其實無端然彈個少女出來 可能也有故事 有很多東西 可以跟著X裡面的迪花 他有服事 可能是迪花 但也好 你拍過那些元素 其實現在是幾近代元素 但做了一套 我覺得感覺非常奇怪的動畫 不知道取向是什麼 那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其實金林應該是有金林風格的 但當你說金林 那些人一開始看都說不知所謂 但最終也有很多人很享受 一拳頂他棟樓 他根本就是 一套東西玩 那就可以進去玩到裡面 還可以 還會像廣東歌 最重要一句說 你貫徹始終 你的風格一路到尾都是這樣 就可以了 但暫時來說這套我真的看不到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你騎你也是風格 這套就是 有一套風格他還沒出來 就是報高達會說話 用者系列 這個以前那些什麼 黃金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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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那些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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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文帕畫風都好,別人都不會覺得這套東西是會有靈作來的 一個少年爬上高達,喂,我問你了,V根林你會不會覺得有靈作 那傢伙十二、三歲,他就胡說小弟,你會不會覺得有靈作 不關事,不關主角究竟是野瑞士,而是他的畫風決定了很大部分的一齊 一出來看到那個死政態在握高達,你就已經不想看了,不要玩了 如果你說V,他穿了衣服之後,其實有點像V的制服 但問題是什麼呢?大家可以考慮一下,果然仍然是VHS的年代 我又不要做 現在這個是Blue Ray的年代,你看回Double O的那些作畫已經開始慢慢要怎樣仔細向 譬如說,顯示螢幕周邊的數據或其他東西 這個是變成VHS年代的畫質,就不是Blue Ray年代的畫質,但它是會賣Blue Ray的 所以你說整個都看起來,我就覺得,怎麼說呢? 我覺得會看下去的,我覺得我真的會看下去的,但我不太期待 其實我始終做兩集,我不太知道做什麼,我已經覺得有點灰心 還有,掛著高達作品,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會看下去的,不過還經常看下去的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大家要拭目以待 好,說回來,幽靈它不是問題,很多作品幽靈,但都是好看,很經典的 PTQ 畫 其實我開始說,外星人,即是UE那班,機械人,我懷疑他們會不會有機動車架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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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們可能一開始劇情就做到,好像說打無人機,不知道是不是AI系統 但可能在後期,即是敵方原來都是人的,有些劇情交流,一些軍事上的對立 會交到濕刻一點,但不知道有沒有 那這套你覺得是幽靈座,寫什麼 你剛才說這些幽靈座沒問題,但如果就這些就不是幽靈座 我真的不喜歡他們這麼矛盾,幽靈座幽靈座也沒問題 一向都沒問題,但他又不知道是想看哪裏 你給他開頭甚至是幽靈座,順座就是成人座 即是Hunter最初都幽靈座,好像普通川普作品 但後面都有一些黑暗風格 你不知道後面可以怎樣變,他的兒子那裏有個孫子 還沒變,因為可以變,不過暫時來說就算是幽靈座 即是他的設定、作畫又不是太仔細,他的畫風有這樣的 我真的想買太大,有沒有太仔細 其實畫是令你有這樣的感覺,我只能這麼說 其他人,我覺得就幾不靈不靈 那首OP是交遊,好嗎? 但其實那些歌詞其實很抄079 因為079的OP有很多重複的句子,短句 他又是有關那類的 不是GundamGundam 不是那類的 你打GVG或者看個人會知道 20079的歌曲是怎樣的 你回看這首歌 其實他的歌詞有很多位置 也有幾句短句重複 這個位置也可以是另一個致敬的位置 但是,20079 是一個大叔唱 你不要理他唱得好一點 但是,你有一點感覺也不是太幼年 這個就變成綠草地 好像兒童醫院播的那些歌 你都在做什麼 是不是這樣? 這套東西看,就 GundamGundam的名字不會有什麼問題 一定是看的,但是 結果是怎樣就不知道 我們消滅以待,好,我們下一套 我們消滅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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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消滅以待